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多大了呀 十四了 男孩女孩啊 女孩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那个我喜欢他爱喝酒了 我希望他把酒借了 因为他喝酒太大公式了 他有多爱喝酒啊 就打个比方吧 前一段时间呢 我有一个那个声音的伙伴 我们出的都挺好的 也撑哥们了 有一次呢他和媳妇闹点矛盾 说这不都认吗 说请我俩做说客 帮他说说 我说那也挺好的 哥们拜托我了 放心我俩 我俩也去吧 就如约到他家去了 一开始呢 我媳妇呢 跟我这朋友媳妇说 说哎呀 你看 进一家出一家不容易 在一个 你离婚还得分割房子财产呢 还有什么孩子 抚养费啊 就这么的 说了挺多 就我哥们他媳妇说 说有点松口了 就说那我考虑考虑吧 就这么的 然后我哥们也挺高兴的 说那走吧 咱吃点饭去吧 吃饭都好 他俩喝上酒了 喝谁喝 喝我哥们媳妇 我和我哥们也没注意 因为我们有生机往来 我俩就在旁边 谈那生机上是 他俩喝喝喝好 这我媳妇喝喝喝呢 这是告诉我 跟那个哥们媳妇说 你给那个出了火坑 再别跳上去了 说你老公也 那当时我不喝了吗 那你不拉脑了呀 后来你也不能跟我干的 那我是哥们 那你也不能说 到那把你还帮着 那个哥们媳妇 训事哥们 本来你那个朋友 坐的就是不对 那也不对 那对你 那对你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权利去人家 后来怎么了 后来给人训事几眼了 我就跟我媳妇 和他媳妇一起吵 来那挂不出脸了 没招了 我就给我媳妇 载回去了 载回来没过几天 我这哥们呢 也两口离婚了 完了也跟我撤股了 那你当时 就是说咱俩结婚之前 你也知道我喝酒 你说那个时候 你不管我 结完婚了以后 他也还管我了 你喝了十四年酒了 厉害呀 另外我本身 我就搞的 就是酒业务 这方面的事情 你大概能喝多少一天 一顿喝多少酒 这是怎么说呢 一顿喝多少酒 那个他和他女闺蜜 我这上班早上 这中午了 说女闺蜜找了喝酒 我说行 那去吧 俩人喝了一下午 晚上我下班了 把他俩接回来 你俩喝了十二瓶啤酒 喝了一斤白酒 那你说 咱这坐没啥事 唠嗑 还不能喝点酒了 喝多了吗 还行 真能喝呀 半斤白酒 六瓶啤酒 就这个量 因为还没啥事 咱这一边喝一边唠嗑 那你孕期的时候 哺乳期的时候喝酒吗 那个时候 别说哺乳期了 这一提我刚来提了 哺乳期 那个我家孩子四个月大的时候 他那些朋友 成天老找他喝酒 孩子四个大时候 哺乳期的时候 我说你就别喝了 和朋友说找我吃饭出去 我说你就去吧 你就别喝酒了 那你说那晚上说 朋友在一起唠嗑 那就不能喝点酒 就少喝一点 我也没多喝 那你还要少喝 那就哺乳期 回来呢 就让她吃完饭 回来呢 喝成酒了 喝成啥 你自个不知道吗 回来喝完酒呢 我心里上美生间 把我给你头边手去 擦他脸嘛 这样喂着孩子了 那你孩子赶着哭 你说我能看他哭啊 那你是 那孩子哭 那你也不能喝完酒喂 那你是 那个爱孩子 我特好奇 就是喝完酒之后 喂孩子 结果是什么 睡一宿 每天晚上 孩子半夜都喂变暖 这一酒都没喂奶 第二天给我下坏了 我报领 我还上医院了 完了大夫说 我就把这个过程学了 大夫说 那可能是母亲喝酒了 有酒精的关系 孩子这是 才睡一宿 这给我下坏 你这是还寒 你还寒呢 这都非没毛病 这种毛病 你说咋整 他吧 就拿这个酒 给我当那个导箭牌 他大男子主义可强了 你说 就他 就因为我俩因为膝脚 我俩干一张 是咋 那天我家热水器也坏了 热水很少了 我心里我打热水 我心里我先泡泡脚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我先泡吧 完了我再给你烧热水 我再给你倒 这家人 他说我惯了我毛病 一传吧 不喝 为啥 还能让他喝酒吗 十七八岁了 大了还喝酒 让他喝吗 我姑娘 我直接不能让他喝 他家俩一起喝 还要我病活了 那我不能让他喝 为啥 你是不是喝得也挺快乐的 因为孩子 他能让他喝酒吗 孩子让他喝酒的话 我是说他成年之后 成年以后 我也不想让他喝 为啥 你喝得那么愉快 你让他也来两口呗 其实喝酒 并不是那么愉快的 这只不过就是说 工作方面的事情 工作肯定他得是 因为我本身 我这工作就参与酒 他工作的话 肯定是不能说 酒水业务到底是干嘛 就卖酒水是吗 对 就是什么厂家 厂商啊 就是跟这些 有联系 所以就是说 一般都是签一些 什么那个重大合同啥的 完了谈一下业务 就你这工作就非得喝是吗 就不喝就干不了 是不是 因为不太懂这个职业 这个怎么说呢 就有说 就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完了就到中午了 或者是谈到晚上了 那你肯定是吃饭嘛 吃饭这光饭 你说你整白酒的 你不可能说一口酒不沾嘛 完了就这样子的 我就是几乎就是说 在跟那个客户傻的喝点酒 但你是不是每次都喝多呢 也不老喝多 是老喝多还是偶尔喝多 我还是 你不说老喝吧 比偶尔还多一些 比偶尔还多一些 你们帮着帮忙借一借吧 帮得了吗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喝酒的人 说自己没喝醉 往往是争醉了 喝酒的人 说自己没上瘾 往往是争上瘾了 你刚才说 你喝酒 是因为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对 我不知道你是想 借酒壮胆呢 还是借酒消愁 我也只听说过 有时候人喝醉了 自己上瘾 但你喝醉了还真害人 人家让你去当一个说客 你结果当了一个贱客 把人家最后婚姻 整离婚了 你的哥们当然要怪你 当然不跟你做生意了 所以这一个我想 你自己也感觉到 有点过分了吧 那倒是 有点过分 过分 另外更过分的是 你喝酒 对孩子不负责任 你看没有断奶 你竟然继续喝酒 还把自己喝醉了 喝醉了还给自己的孩子 去喂奶 结果把孩子喂醉了 我非常反感 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酒文化 有一些酒文化是放不上台面的 什么感情生意口闷 感情钱舔一舔 豪爽高兴 但是对身体的伤害 同时对家人也是有伤害的 所以现在我感觉 如果你再这样喝下去的话 真的会把家庭和自己的丈夫喝没了 所以你是做酒水生意的能理解 但能不能借酒你自己平衡 但至少可以 尽量的少喝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人做酒水营销的 但并不是说特别能喝酒 我碰到过很多 他们其实是刻意在克制 因为他做酒生意的 他知道这样酗酒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这不是理由 哪怕这个行当 真的是每天要这样喝酒的 不干也罢 我认为权衡一下 还是不干 对自己有好处 对家庭更有好处 你说对不对 对 宁愿你辛苦一点 多赞一点嘛 你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就可以 好 谢谢 谢谢包风兄 许总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在一家国有的 大型的酒业来做 而且是做销售的 低酒不沾 业绩做得非常好 难道做这个行业 一定要喝酒吗 找借口 你为什么这么愿意喝呢 我告诉你 我感觉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说 你就有恃无恐 你就知道自己老公爱你 你口口声声说 他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要是 换成别人几件事 早跟你离婚了 还能待这么十几年吗 孩子 在于你跟酒之间 你选择了酒 哺乳期喝酒 对孩子多不负责任 去接小孩 还要喝酒 导致老公又要做生意 又要接孩子 他要接你 一而再再而三的 天天喝酒 跟老公的交流有多少 你还怪老公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老公在这点上 做得非常好 之所以让你去负责孩子学 是因为他觉得 你的学历高点 对不对 在家庭的这份责任里 你能不能多分担一点 你没有做到 你还管人家 把洗澡水给 给泼在地上 为什么呀 他可能是在泄乎 因为你对这个家的贡献 在哪里 家里的收入 都是由你来支撑的吗 对 家里基本那个 收入都是好 所以呀 不平衡了 是吗 我就这么一个 喝酒的爱好 你还管着我 我觉得啊 咱们别躺在这份爱里面 咱睡大觉 你能不能醒醒 看看爱你的这个人 付出有多少 你老公真不是一个 大男子主义的人 他很清楚 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什么 他怎么爱自己老公和孩子 多往家里想一想 好不好 有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别毁在酒杯里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齐总 胡老师 如果你看见一个男人喝醉了 躺在外面抱着凳子 和你看见一个女人喝醉 躺在外面抱着凳子 你说哪种感受 更让你厌烦 那当然是女的 为什么当然是女的呢 不说男女平等吗 那看感觉就是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们事实上 在生活当中 的确没有看到过 哪个女的会烂醉如泥的 基本上看到都是男人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情况之下 的确一个女人喝得烂醉如泥 更容易让人唾弃 你也知道对吧 是不是 的确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不是说做销售 一定要喝酒的时代 我自己是做求职节目的 我们经常谈到职场文化当中的 酒的问题 什么心在散染肝在抖 你不喝完我不走 不是那个年代了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说一类产品 不管是快速消费品 还是文化产品 又或者是一些传统产品 一旦如果是要通过酒的方式 营销出去 这种工作一定是有问题 年代不同了 一个女人喝得稀烂如泥 在外面多半是不好看 你哪怕是为了这个家的脸面 突然就代表戒酒啊 好 谢谢 好 本节目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湿药保湿一倍湿 一倍湿防晒霜 特别提供 好了 两位 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吧 结婚十五年 看他们怎么浪漫 来 各位请见证 你说了 当时全国人民说你谢酒 你总把酒谢了 我们好好回国日子 然后 我说了我肯定要谢的 真的谢 有这决心就好 这个实在戒不掉的话 可以请一些 到一些专业的机构 让他们帮助一下 这没什么 好吗 加油 好好过日子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